哈喽大家好 我是泳之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关于癫痫患者的这个问题 我个人是癫痫大师嘛 所以我对癫痫一定很了解 那当然呢 因为最近呢 可能在那个社团里面 就会有些人在爬文 在问你说 请问癫痫患者 我平常要吃什么保健食品会比较好呢 这边来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个呢 有一些癫痫的药物 会造成我们一些基本的营养素流失 比如说呢是叶酸啊 微酸素D啊 C啊 B6等等这些 这叫基本的 那它会造成这些营养成分流失 但是这些营养成分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基本的 我要把它补充起来 那再来呢 我们要补充什么 就是钙跟D 这两个很重要 钙呢跟D它是呢 帮助我们的那个肌肉啊 养成啊 最好的一个成分 然后加上有些癫痫患者 因为一直在发作 所以可能也会造成低血 钙的现象会发生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因为身上必须要有肌肉嘛 因为我们在发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 过度使用就是很多肌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的肌肉本身的那个保护能力 必须要很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肌肉给养好的 这个时候呢 就建议大家要多吃钙 而且要选择什么样子的钙 那当然想要选择 第一个呢 不是说你的钙的成分有多高 我们要比较的是 第一个这个东西成分高之外呢 它好不好吸收 适不适用于全部就是全家大小 都可以来做食用的一个钙 然后它是用什么样子的钙 好 这是要大家好好的去思考的 所以钙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鱼油 为什么要吃鱼油呢 因为鱼油有非常好的omega3 然后呢鱼油里面有非常好的就是 EPA跟DHA嘛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脑部 你知道脑细胞死太多不太好 所以我们需要像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鱼油维生素E油 那这几个东西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头好壮壮 那相信很多人长期吃鱼油都知道 那鱼油当然也要选择好的鱼油了 那至于什么选择呢 等一下呢就是你也可以私讯 我再告诉你什么选择好的鱼油哦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最终呢跟大家说明一下 到底还要补充的什么东西 就是我非常个人非常推荐 就是左旋金胺酸 那它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对我们的脑部有这么好的帮助 而且为什么癫症患者会建议 是左旋金胺酸 所以左旋金胺酸呢 它的整个机器 它原本是一个诺贝尔的得奖的理论 就是被发现 有诺贝尔的背景的一个很厉害的成分 这样讲不太复杂 所以我跳过 好那为什么要吃左旋金胺酸呢 因为呢它是可以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叫做恩欧的东西 然后呢 恩欧会大量的存在在我们的血管当中 然后把血管做扩长 所以呢 这个部分其实恩欧本身非常的厉害哦 它可以帮助很多包括三高的人啊 胆部醇啊 糖尿病的人啊 会有很好的一个改善之外呢 再来是它可以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 然后呢 到达我们的脑下垂底跟下失丘 所以呢 它是可以通过到我们脑部的部分呢 然后呢 帮我们制造很好的血清素跟很好的多巴胺 然后呢 就像很多药物它都是通过就是所谓的gaba的部分 然后来做到稳定神经的等等之类的 那它有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当然它并不是gaba 它不是发gaba 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它可以稳定呢 我们的脑神经跟我们的脑细胞 然后可以制造出好的荷蒙 好的就是激素 所以呢 你的脑子的部分的活药度呢 就会比较稳定 而不会 比如说一下子很hyber 一下子很当这样子 就是 达到一个非常好的balance 这个脑神经跟栓 是我觉得最近大家可以尝试去试试看的一个保健东西 那当然呢 这边还是要强调一下身为边险患者呢 然后保健很重要 吃什么东西 饮食等等控管跟作息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除了药物一定要每天吃之外呢 每天的规律的生活 睡觉等等 饮食的摄取 对边险患者来讲 要预防边险发作 那是叫做记忆本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 就是对自己身体好一点点 然后尽量不要发作 然后尽量要让自己的身体 维持在一个非常的平衡的状态 OK 好 那么就到这边了 拜拜